欢迎大家收看此时评论,我是Thomas 今天讲到上个星期的话题 上个星期就是布林肯访问完北京见过习近平之后 也有很多新闻出来了 首先我们讲回当时的情况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会会见布林肯 再次提到就是地球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共同发展各次繁明 这个习近平是多次提到的,足够大 亦都可以说给大家知道 美国其实是担心 中国是不会挑战你的领导地位的 希望你能建立中国的善意 不过也是提点你 首先要扣好第一个楼 为什么美国说的和做的一套是不同的 说话温和但信息量很大 首先追索回是在布林肯 来之前是已经造势 造势表示对中国会非常硬手 在启程之前亦提出一件事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能太密切 因为你支持了俄罗斯的军事工业 很多中国的商品和物资 你和俄罗斯交易 等同帮助作战俄罗斯 这个质量很大 但问题是在一方面来说 王毅首先和波兰肯谈了 提出一个很有言语的艺术 就是在俄罗斯街上很漂亮 中美关系是止跌其穩 这是一个善意 大家现在相干无事 苏罗斯克制 但是负面因素依然上升积累 这个负面因素是哪里 完全是美国 因为美国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主权提出异议 第二是部署中程导弹 在菲律宾甚至是第一岛链 第三件事 也是对产能过剩 第二是雪山导四 继续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 还没有说第四件事 所谓的问题 美国也都是越来越欲视将它升级 所以这些负面因素依然上升 这些美国一手所为 现在就是说 你布林肯来之前 世界很大的 有人说他是轻私问罪 他回来之后 就不单只是轻私问罪 是有媒体形容 这次是对中国的最后通谍 为什么美国就觉得中国是不领情 为什么最后通谍呢 其实多次提出中国就觉得 首先有一件事 你要让俄罗斯 让西方去解决 你只能旁观 更加不可以沾手 第二件事就是中国的生产力太强 麻烦你约束一下 换言之说你应该是 比如说派钱 你建中国的现在的消费那么弱 之前是这样吹噓中国 那个叫什么 价格破坏 日本也叫做价格破坏 美国也叫做通缩 我们这些很多财经不息人士 都不问就女就说 中国现在是通缩 其实中国从来没有通缩过 只不过是消费是有些异欲下跌 但现在的势力有很多 最近这家企业的 盈利报告 最近也是相当顾目的 另外出口现在又增加 好了 但是没有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中国应该也不应该是 太过着重搞创新科技的 因为你要等待美国和西方的部分 如果你太过先进的话 你就会让他们很难跟你竞争 你说什么不是自由竞争吗 说啊 你现在才知道人家是港 是双标的 所以王毅和普林肯都要讲清楚 他在当前变乱交绩的国际形势之下 中美怎么走 首先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你想当中国是对手 还是伙伴 但是这个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楼 第一个楼要扣好 不要说说我就当你是朋友 实际我是当你是对手 甚至更加不止是对手 你根本做的 去针对中国的 根本直接不是当对手 你只是当敌手 这个楼要扣好 如果他警告 如果美国真的要将中国当对手 中美关系就会麻烦不断 问题重生 就是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有绝对的能力支配中国 你惹到中国 是很麻烦的 尤其是美国现在的国力 还有要兼顾这么多的火烫 当然了 台湾是核心中国核心 我已经提到的 就是见一次说一次的 大佬不是怕沉 好像我一样 不需要怕沉 例如说这个什么中美不是缓和 中美中枢战 这些是不需要怕沉的 这些是沿州问题 说明美国不得侵犯中国的红线 讲到南海情势 美国要停止部署陆机中导 就是中程导弹 停止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 停止破坏地区带来不利的和平 稳定 那么亚太地区当然是不稳定了 美国的战略就是 遥动中国和其他 这个亚太地区 有主权纷争的国家的华盾 既是大利益 既是大威胁 既是大战略 是全部是针对中国 美日飞这个联盟应该很清晰 这个美日飞就是全部是针对中国 甚至没有 有机会在 菲律宾之外 例如日本韩国是部署的 中程导弹都没停 那就真的很麻烦 另外就是经济科技 说明我们是要 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做好我们科技的发展 但是你进来阻头阻势 也就是炒作这个 产能个性 所以王毅就说 你要停止炒作这个中国产能个性论 这个虚假讯 随事 说明很不怕的话 根本是说大话 根本对我们是没有礼马 推销对中国的所谓的 要撤销对中国的非诚制裁 这个必须要做 不是的话一定有反制的 应该是没理由 就是任你搞的 是吧 还有你停止什么征收这个 违反世贸协议的这个301关税 就是你不要用美国那套 你的那套法律和规则 就放在我这个国家之上 你没有这个支配权 亦都不可能 伤害我们的外交、军事、经济 这些这样的主权 实际上美国和中国的存在 很大的红构 所以为什么一直说 中美不能够缓和 你说缓和这个字 就完全是初五的描述 只是美国说而已 美国为什么说 现在我又让步给你了 现在我又站稳了 于是我就缓和了 于是你下次再让步 这是他们的言论艺术 他们的外交是所谓欺诈的 所以现在就是美国 其实很大的红构 另外一个触发点就是 中国现在发展得太好 美国的生日麻烦多 资不抵债 现在他们的百年八月 又去到一个山洪水准的地步 过往来说美国都出现了很多危机 经济危机 主要来说 但每次经济危机 美国都能够解决的 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叫做糾正的 叫做一个搞错的能力 或者是用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根本是一个霸权的问题 美国能够每次都能够扭转自己的劣势 因为它是霸权的 不是因为经济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有什么犯错能力 民主自由 你不要听这些美丽的说话 中国经济学家 在他一本书叫做八千危机 2011年写的 就解释美国是在服务中的野蛮资本主义 即是用无限的膨胀 超前的投资以求增长 当然不行了 你无限度膨胀 无限度投资 一定是去到一个周期的 一到周期的时候 你觉得以为他违反了经济原理 他就不能致辞 不是的 他有搞错的能力 这个叫做转间危机的能力 因为他拥有他的军事 和经济力量 和对付一些完全角力 和他不是一个级数的国家 异如反掌 大家记得 数回半个世纪以来 首先是日本 八十年代东芝事件 广场业励 日本本来有很具竞争力的国家 连推大昂 就变成为迷七十年了 现在好像是三十年了 东盟 亚洲金融风暴 因为是狗赛 当时泰国的中招 马来西亚中招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又去新加坡 就走过去大马 即是马来西亚 唱了一些大马的货币 谁知道 用无限的法来香港 是不能兑换的 那时候那个危机都很严重 即是直接禁止了 不给自由退款 及至十年八年之后 我才拿回那些马来西亚纸 后来才可以换钱 多久的事 我虽然很深印象 整个国家真是惊得要卖金 要捐钱 大家希望可以帮国家还债 谁知还不了 终于都被人借 即是 IMF出手之后 美国就帮他 帮他重组了他们的企业 就变成了 美国才是韩国的大股东 所有财阀都胜了 胜美的了 他们胜美利坚 已经不是那一回事了 略夺了很多东西 美国又开始冲血了 到欧盟 打算是高大威猛 他的欧元就强了 经济加起上来的总体 就超过美国了 但是突然间 弄了一场科学战争 打到七零八落 所有东西都震了美国 这就叫做 不是用 我们读书经济学 101的原理去解释 因为 这个是常常不教 不会去教一些批判资本书 和批判八元资的科目 就告诉他们 整个世界自由就行了 那时候香港有什么建筆 我不知道他懂事还是不懂事 或者是做宣传 他经常说自由就行了 自由 一有市场就全世界都好了 还有一些不知什么 来到快要取获佩议奖的 这些教授都这么说 我当时也是信 当然 就是说 你好 自由 谁不想 但是问题 你说到现在 今时今日 美国的民主自由 有超错 有九错 我就不能够想到 你忽悠我 为什么 根本原来就有霸权 在背后做这个支撑 这就是作弊 甚至乎 打骯招 这个就用军指出来的 他指出来我才知道 才明白 原来美国是这样的 美国是有绝对优势的 为什么是有军事优势 还有颜色力量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美国 美国债务都是长借长有的 你不用优 你中国买债 我再说一次 中国买得多少债 一万几千亿 是吧 别人要印加一百万亿 大佬 要永远用这种 叫做 寻闻信贷 无限的 去维持到 这个国家 是不需要 根据 理性的 经济规律 都可以 能够发明 这个是中国要想的 不需要你买债 买了多少 买了它 100亿 只有100万亿 怎么办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 你都不能想着 我们是东方大国 可以在美责和美元 和它斗抛浪塘 我们很强 这也不是一个 级别 坦实说 是吧 几十万亿 百万亿 美元的规模 就是 一千几百亿 一千几百亿 就是和你 去割力 甚至现在 人民币都还未合 可能取代到美元 因为黄金储备 和 交易系统 各方面 也是 你没有办法 从这个 方便 和美国眼省 只有 毛泽东的证实说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但你要留意 一件事 美国的所谓 万资本主义 有一个前提 它不可以和你共存 接近它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有 接近的对手 全世界就可以选择 对吧 欧元强 过走欧元投资 那美国怎样 美国靠借 美国靠催的 对吧 支不抵债的 你突然间无级无线 你走过去欧洲 它就会想办 所以一定搞你 因为它有能力搞你 也说了 它有军事能力 和颜色力量 它可以发动地缘政治 而妖元气 所以这个就不是 经济学101 你也知道 哎呀它又借到 借到神电 你也不行 对吧 它会出手的 这个军事 刚才教证了我们 这个叫做 野蛮资本主义 你别以为很浪漫 想到全自然的 野蛮内有 其实是很惨恨的 不是说笑 也就是了 现在似乎中国的制度上来了 它们的野蛮资本主义 受到挑战的话 所以为什么 你会把你赌国运 来压迫你 为什么说 布林肯说来到中国 去发最后通牒 赌国运的意思就是 我让你赌国运很大 听得明白 我经常都说 五月风云未来 即是五月 借张成读 就说有五月的 賴清德上台 所以 美国会 会拨拨的 不会就这样算数 他觉得现在还是 握高一线的 或者一半线 虽然 赞任命再次是 安抚美国的情绪 所以希望大家并肩而行 这是一个好事 善重善道 但说就 还说 道理是明明白白 现在问题就是 美国能不能够和平着陆 和平地软着陆 因为他实际上 周期很难过 和平软着陆的话 你和中国合作 当然了 以后 你的影响力 一定会有所影响 你做不做 当然了 我们中国能不能够和平着陆 也要看美国的态度 看美国的造化 如果是真的 叫做扣菜楼 也叫做打伤横的话 我相信 很多东西 我们是很难遇见得到的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收看 也都说过述带说说 五月 其实真的 大家留意一下 各方面的发展 真的都很均匀 再见